大家好 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19年1月29号 现在是加东Montro时间中午12点16分 而Wankover时间是早晨的9点16分 据温哥华的记者赵奇心她的推文报道 在今天早晨的9点45分 也就是半个小时以后呢 孟晚舟她必须要到温哥华的BC Supreme Court去法院 因为呢 她可能面临到就是她的保释令可能会被修改 那关于这个呢 我目前是没有更多的信息 但是我会在推特上 我的推特上做一个实时的转播 请大家关注 但是我在1月23号的视频 题目是 战狼变流氓 孟晚舟可能面临再度拘禁那个视频里面呢 就跟大家提起过 就是据当时的新闻的报道 孟晚舟可能是有第八本护照 而如果这本护照的存在被证实 并且这本护照的确不是 她有向法庭交代的 她所持有的所有的护照的话 她的保释令是有16个条件的 其中之一第八条呢 就是要hand in all passport 如果她没有做到的话 她是有可能面临16条里面的 重新再被拘禁的 是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待会呢 我会跟大家在推特上呢 做一个实时播报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呢 是孟晚舟已经到达了BC省的法庭 好 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 好 谢谢大家 拜拜